居住的家庭 其實我自己也來自一個 父母離異的家庭 我記得那時我應該是9歲吧 9歲還是10歲 父母就離異了 然後我就跟著我的叔叔 跟我叔叔比較不容易 因為我小時候 我們家裡是做糕點的 那時候沒有那些工廠 现在这样发达用GAS的 以前是用砍柴的 然后每天早上要砍柴的 砍柴砍到要给他们用足够的 不足够等下回来被打的 所以我要砍 砍柴都要砍到差不多两个小时 够他们用 够他们用了 我下午才去上课 上课回来晚上又要帮他们洗杯子 杯子洗OK 因为我们洗一桶杯子五毛 我跟我弟弟每天有七桶还是八桶 人有四块 我跟我弟弟一人有两块零用钱用 中学忽然间多了几个课目出来 人要做功课没时间 你一做功课他就要打你了 读到这么辛苦就放弃了 就不读了 80年81年有SF Boys School的 给我们这些中一中二没有读书的 最后可以回到SF Sign On 人去读书两年 人最后是平常的 不到第二个月就被载出来了 因为第一个礼拜进去就打架了 人第二个礼拜就在那个江一坊那边 又在打架了 就要说我一群朋友很好的朋友 就在那边开始我变成Gangster去 人收保付费 人本事强力交 什么都有 最后就 最后是栏上毒瘾了 为什么栏上毒瘾呢 毒瘾是因为我小时候在Zhoho Road那边 我们福建话叫什么叫帕户 最后一次欠了很多的赌债 欠了太多了 没办法还 太多了也很难还 所以最后没办法了 就要做那种比较偏 因为我没有毒瘾我也不会是贩毒 所以刚好那个时代 90多年时代 刚好VCD很猖狂 那时候我就做VCD 然后做那个CD OLEOCD 做这种批发 甚至最后拿BASMA RAM来自己做 然后最后是因为自己做大的 批发大了 然后BASMA RAM我们也拿了很多档口 然后最后就这样就被做了 不过被做了的时候最后也是把那些债务都还清 做了的时候最后有一个program 叫做WRS World Restream 我被错到而且批准了 President批准我出来的 President批准我出来的 可是要有family support 刚刚好那时候我的前妻 我的太太就跟我说她要离婚 离婚突然间变成没有family support 所以我就很生气 那天我真的很生气 我心里想 我一定要报复我 不懂发生什么事 我一定要报复我 然后我忽然间 也是在迷迷糊糊 迷糊糊 我看到一个很光 一个好像我们那个火柴的光 而且是慢慢的越来越亮 越来越亮 那天亮到最后的时候 我听到一个声音 很清楚地跟我讲 你要报仇是吗 问我是不是要报仇 我还很大大声地讲 一定要哪里不报仇 他真的在跟我讲 你先看看你自己做什么 然后我就看了 然后就好像相片 有很多相片 一直在那边 一张又一张很多张 然后我看了蛮久的 不对的 好像很多东西都是我自己做错的 我不顾家 不管孩子 也对家里没有负上什么责任 而且没有爱 这些东西 好像都是我的错 报什么仇 没有什么好报的 结果他问我一句 我说 那你要不要跟着我 跟随我 我就说跟 跟着很自然在那边自己哭 不过哭过后有平安 有一个低胸脚 你看你好像有很多事情烦恼 人家说等一下你就看圣经 你去看圣经 我说什么看圣经 我都不懂得看圣经 圣经以前我在 北京有 我是拿来做枕头那种 灵修的厚厚的那种 我是做枕头的 不是拿来 拿来睡觉的 不是拿来看的 他就拿来本英文圣经给我 叫我Comproven 我就读了 好像他里面讲的不好的事情 好像我做很多 那好的事情好像我没有什么做 RO那边我碰到一个弟兄 他说我看到你好像很多忧愁 不然你去好好看圣经 尤其叫我去看圣经 我说我不是在看真言书 你不要看真言书 你看真言书 你多看福音书 我说看什么福音书 什么是福音书 我也不懂 他说马太 马可 约翰 路加 叫我看这四本 我就回去 我就慢慢学着看 到到差不多好像是八月的时候 八十万为我做那绝世祷告 连奇妙的事情发生 然后就做那祷告 我回去 晚上睡觉的时候回去 我就看到一个很丑陋的十字甲 连就这样很大的十字甲 整个帮我压下来 压下来 我看到我好像喊了一声 喊了一声 然后从我口里里面 吐出一个东西出来 一个东西跑出来 那个就是我以前在家里拜拜的偶像 所以当他一离开的时候 各一天我读圣经 我那个又不一样了 好像读得通 好像越读越读得通 然后我就跟我姐姐说 以后你不要买那种 什么武侠小说的书进来 你帮我买一点Christian的 那种灵修的还是什么的 买一点进来 从那时候开始我就不看武侠小说 死心 我՝� 我 感谢观看